这期继续讲老刘第84篇 真相呼之欲出 据说于燕和小商村董事会成员 工业员副总经理谢俊宇存在暧昧关系 谢俊宇是商永贵的女婿 尽将是政协委员 但是这些保护伞都不足以保护她 因为这回得罪的是沈红毅 一对刑警前往小商村集团 去带谢俊宇回来问话 不出所料 谢俊宇不在本地 据说是去国外考察了 这种小伎俩毫无用处 沈红毅命令发网上追逃令 以命案重大嫌疑人的名义 通缉谢俊宇 同时致函尽将政协常委会 请求解除谢俊宇政协委员的资格 下一步就是落实案情 正式批捕 全球通缉 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没用 和中国签署引渡协议的国家越来越多 都这样的都能引渡回来 还差她一个谢俊宇不成 一切都在正常进行中 忽然沈红毅接到刘飞秘书的电话 邀请他去朱雀饭店开个小会 沈红毅欣然前往 会议果然是小范围的 只有刘书记和他俩 个人 刘飞大谈一番新能源 话题一转 说到了小商村工业园 提到了小商村的模范带头作用 以及这个小小的行政村 在中国政治生态中的特殊地位 沈红毅已经领会了领导的意图 但他不理解 一个小小的谢俊宇 居然能劳动刘书记的大家来说情 凡事点到为止 刘飞并未把话说透 就打发沈红毅回去了 沈局长立刻安排人手继续伸挖 果然有了新的收获 原来余烟并不是谢俊宇下令谋害的 主使人是谢俊宇的正牌原配 小商村的三公主 商永贵的女儿商宝莲 原配采取陈塘的古老方式 处死小三 想想都让人毛骨悚然 商宝莲敢这么做 依仗的无非是他爹的势力 小商村不知道还隐藏着 多少龌龊残忍的事 沈红毅深思熟虑后 及时调整了办案方向 深挖的对象 也变成了两名纵火犯 经查此二人果然是背在案底的 一个致人重伤 一个入室抢劫 总之 这两人的下场 起码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搞不好死缓无期 也是有可能的 至于那位小商村的办公室副主任 结局也已经注定 妥妥地客死一箱 死无对证 命案加纵火案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收场了 宋欣欣很不满意 她找到沈红毅要说法 大吵一架 无功而返 只弄了一肚子气 回到单位 亚南学校一个电话打过来 说是孩子出事了 宋欣欣急忙赶到学校 原来没多大事 宋亚南和男同学打架 把人家鼻子打出血了 那男孩子的家长是市政府的 很随和大度的一个年轻男子 丝毫也不计较 还开玩笑 说宋亚南长大了 当心嫁不出去 宋欣欣不是蛮不讲理的人 女儿打了人家 当然不能一副冷面孔试人 她表示要付医药费 赔礼道歉 对方说不用了 小孩子之间开玩笑而已 对了 听老师说 你是干法医的 两人就这样攀谈起来 宋欣欣不爱聊天 架不住对方很健谈 气氛也不尴尬 聊了一会儿 就聊到了水库女士案 宋欣欣知道分寸 但多多少少也透露了一些情况 事后 那男子带着孩子走了 路上小男孩撅着嘴说 小舅 可是你让我招惹宋亚南的 他把我鼻子打出血 回头我妈问起来 我可把你招出去 男子掏出二百元钞票 小舅啥时候骗过你 二百块 当即兑现 这位小舅舅正是周市长的秘书徐宁 他把孩子送回家 驱车回市政府 向周文做了汇报 要跟进 这是一个突破口 周文目光炯炯 可惜我们在公安口 没有自己人 不然 这会是一个极好的契机 徐宁道 不妨是 可是让刘汉东跟进 他的执行力 尤其在境外的执行力 不亚于警方 周文道 你和他协调吧 刘汉东就像是一只复仇的狼 一直在等待扑向猎物的时机 而刘飞就是缩紧的豪猪 浑身视刺无处下嘴 如今 踢翻这只豪猪 露出他柔软腹部的机会 终于来了 柬埔寨 金边 湄公河畔的一所房子内 几个南亚面孔的有黑汉子正坐着打扑克 桌旁摆着两只袖级斑斑的AK4气 角落里蹲着一个穿短袖 雅各尔白衬衣的中国人 双手背负 瑟瑟发抖 小商村集团办公室副主任王小军 是突然接到指令出国的 甚至没来得及和家里人交代一声 既然是跑路 肯定不能去太发达的地区 王小军身上带的钱不多 只适合在柬埔寨这种穷地方混 本想藏一段时间等 风声过去就回国 没想到案子越闹越大 国内的钱也迟迟不打来 王小军急得不行 冒险打电话回去讨钱 没想到这个电话给自己惹来了大麻烦 王小军被当地帮会绑架了 他们的意图还不明显 不管是勒索还是其他 总之这回是灾了 小商村只是地头蛇 再近江都不好使 何况到了国外 这十几个小时 王小军在恐惧中度过 一艘机器船驶来 船上下来一帮人 看肤色和体貌 应该是国内来的人 搞不好是公安机关来引渡犯人的 王小军陷入了绝望 来人支付了一笔美金 当地人将王小军转交给他们 双方握手画别 亲切友好 王小军上了船 一眼就看到 船舱里摆着口铁笼子 手指粗细的钢筋焊接的铁笼子 造型大小是如此的眼熟 王主任 请你进去吧 来人微笑着打开笼子门 另一只手里拿着硕大的挂锁 旁边几个人摩拳擦掌 虎视眈眈 有话好说 都是同胞 王小军求饶道 感觉到诚意不足 扑通跪下了 进去再说话 来人笑道 两条大汉上前 将王小军塞进了笼子 这笼子装狗大小合适 装人就太小了 王小军抱着腿低着头 卡在铁栅栏中 纹丝也不能动 这一幕让他想到了不少往事 极度地恐惧导致尿 王主任 我叫刘汉东 从近将来 我认识一个人 叫于烟 你有印象吗 来人点了一只烟 慢悠悠地问道 认识认识 他是村文公团的 谢俊瑜把他肚子弄大了 伤宝连要杀他 我只是中间联系业务跑腿的 不关我的事 王小军杀猪一样喊道 丝毫不敢隐瞒 刘汉东很不满意 他要的是新东西 不是已经查清楚的事情 把他弄下去 刘汉东一摆手 大汉们上前 将铁笼子搬到船尾 不顾王小军嘶喊的求饶声 一脚踹下河去 铁笼子落进河流中 王小军毫无挣扎的能力 呛了几口水 脑海中开始死亡前的走马灯 渐渐失去了意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又躺在甲板上了 有人在踩他的胸口 一股水流从嘴里躺出 王小军又活了过来 那个叫刘汉东的家伙 宁笑着走过来 递给王小军一支点燃的香烟 定定神 死而复生的感受 不是每个人都有定力去享受的 王小军的精神完全崩溃 这种绝望的感觉 他不想再走第二次 哪怕是被人用枪崩了 也比这样好受 王主任 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猛料 现在可以说了 如果我觉得好玩的话 就放你一条命 好了 可以开始了 你有一分钟来考虑 刘汉东躺在藤椅上 戴着草帽和墨镜 天是那么的蓝 湄公河的水是那么的清澈 可是王小军的命 确实那么的悲苦 我说 我什么都说 王小军声泪俱下 开始讲述小商村的各种故事 最初刘汉东还翘着二郎腿满不在乎 后来听得入神 不断发出 我操这类惊叹词 王小军受到鼓励 讲得愈发生情并茂 精彩绝伦 小商村还真是藏无纳垢啊 刘汉东感叹道 小刀给王主任拿瓶饮料 看不见人家说那么多 嘴唇都干了 王小军的供词被录成视频文件 发送给了徐宁 徐秘书先自己看了一遍 然后带着笔记本电脑来到周文的办公室 重头放了一遍 周文沉吟片刻道 怎么才能保证他说的是真实可信的呢 徐宁说 派人去查一下不就行了 周文说 他说的这些情况 都是很难进行调查取证的 而且即便是真的 也不会对那边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真爆出来 倒霉的不一定是谁呢 徐宁沉默了 领导考虑问题更加全面细致 小商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行政村 但是在政治上的意义非同小可 背景深厚难以想象 贸然与之为敌 就算是省会城市的市长 也没有万全的把握 周市长现在奉行的是低调随进政策 而不是对抗争权 突然改变方针策略 也是不合时宜的 但是徐宁还是觉得 这样一个大事件 不利用起来太浪费了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私存再三 还是给远在金边的刘汉东 打了个电话 他用的是密尼手机号码 急用急抛的 给领导当秘书 都快训练成特务了 徐宁用严肃的语调告诉刘汉东 这件事对于扳倒刘飞相当重要 但是周市长不掌握公安口的力量 所以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 只要证据确凿 必定能造成惊天动地的效果 某人一手打造的小商村工业基地 也将面临巨大的危机 这就等于给他沉重一击 来而不枉非离也 在铁渣街棚改项目上 我们先施一局 现在到了找回场子的时候了 刘汉东并未被徐秘书激情洋溢的发言 感动得热血沸腾 他冷冷反问 有什么支援给我 徐宁语色 顿了顿才道 你需要什么方面的支援 刘汉东道 这事闹大了 肯定要动手 万一有死伤 就会比较麻烦 徐宁一咬牙道 扶絮金我会出一部分 但是拿不出太多 刘汉东道 我不是这意思 死伤的当然是小伤村方面 我可不想再惹上一身官司 你们要做好准备善后才行 再若是也是个市长 也有话语权 对吧 徐宁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你先拿一个计划给我 善后我会负责的 柬埔寨 金边 刘汉东住在市郊一所房子里 这是替不对设置的安全屋 从武器弹药粮食饮水 到通讯医疗交通 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南亚天气炎热潮湿 刘汉东不太适应 本打算立刻回国开展行动 可是当地朋友非要邀请 他看一场地下拳赛 碍于面子只好接受 带着几个部下驱车前往 他的当地朋友是个红色高棉出身的独销 在金边很吃得开 除了贩毒剩意外 还经营地下赌场 全赛就是赌场最吸引人的项目 刺激血腥 不死不休 每天赌注都会在十万人民币以上 独销是赵辉介绍的朋友 曾经在赌截西部某族越境逃亡者的事务上 帮过一些小忙 有心巴结天朝上国的贵客 特地为刘汉东 安排了两个的南亚女孩 肤色微黑 小巧玲珑 眼神还带着羞涩 一个为贵宾捶腿 一个帮他打扇 正对着包厢的是四方形的赛场 周围观众已经疯狂 各种下注 各种喊叫 气氛相当热烈 参赛的两个选手都是南亚人 身高不超过一米七 精瘦彪悍 打起来很野蛮 但是刘汉东看得相当无趣 百无聊赖 问那个给他打扇的女孩子 你多大了 刘汉东会说简单的高棉语 女孩很乖巧地回答他 十四岁 你呢 刘汉东挑起垂腿女孩的下巴 这个长得更俊秀一些 大概有点华人血统 十五岁 女孩达到 简直就是禽兽 刘汉东按道 但是脸上还是保持着笑容 入乡随俗 不能拿自己的价值观 强加给别人 如果自己言辞拒绝 这两个女孩 怕是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可自己又不能把她们 买下来带回中国 所以如何处置 需要智慧 赛场中激战正憨 两人打得噱头斜脸 用的都是泰拳招式 观众们也是如醉如痴 呐喊叫好咒骂声响成一片 忽然刘汉东看到一个 似曾相识的身影 在人群中闪过 再找已经毫无踪迹了 这货出现在这里 难道只是巧合 刘汉东警惕起来 按了按腰间的手枪 独霄察言观色 笑呵呵地问刘汉东 有什么事情 刘汉东道 刚才看到一个老朋友 喜欢拖着鼻涕的一个家伙 独霄立刻招手让人过来 傅儿说了几句 手下匆匆而去 片刻后 手下前来报告 独霄道 刘总这位老朋友 在我们这儿还有些名气里 曾经在我这儿做过拳手 您是想要死的呢 还是活的 刘汉东道 我想见见他 叙叙旧 独霄笑道 我这就安排 刘总请继续看比赛 此时场中已经决出胜负 输的那个被打得昏迷不醒 生死不知 胜利者也鼻青脸肿 气喘吁吁 裁判举起了胜利者的手臂 场中一片咒骂 大多数人都输了 独霄道 刘总 您赢了呀 刘汉东道 我刚才没下注啊 独霄道 刚才我替您下了一笔筹码 赢了算您的 输了算我的 这也是示好的方式 输赢还不是独霄一句话说了算的吗 刘汉东微笑 接受他的善意 比赛打完 已经夜里十二点了 独霄察言观色 见刘汉东异性阑珊 没有继续再玩的尽头 便把其后的歌舞表演取消了 让人把刘汉东的老朋友带了进来 多年不见 詹子宇已经变了模样 人瘦削了许多 头发也掉光了 鼻涕倒是一如既往地拖着 他精神违靡 衣衫破旧 显然混得不咋样 这是个毒鬼 酒鬼 毒鬼 独霄介绍道 人不人 鬼不鬼 已经废掉了 刘汉东淡淡道 你还记得我吗 詹子宇半坐在地上 脸上还有一道伤痕 他抬头 茫然看了看刘汉东 摇摇头 刘汉东从他眼神中看到维米和混沌 正如毒枭所说 这人已经废了 本来脑子就有伤 再常年稀释毒品 能活到现在也是奇迹 詹子宇曾经是晋江警戒精英 他父亲是市局一把手 他从井多年 广交朋友 公安口提拔谁 全凭他一句话 詹家般的覆灭 固然有国家反腐的原因 但刘汉东也功不可没 两人交手多次 虽然刘汉东一直战上风 但不得不说 詹子宇是个极难对付的敌人 如今 敌人沦落到这不田地 刘汉东却毫无快感 只有落寞 给他好吃好喝 让他体面点地走吧 刘汉东道 毒霄当即拍胸脯承诺 今后刘总朋友 所用的冰毒他全包了 申雇后 也会找和尚给他超度 刘汉东起身离开 路过詹子宇的时候 拍拍他的肩膀 詹子宇身子颤抖了一下 低下了头 刘汉东回酒店了 他不会把 毒霄赠送的两个妞 带回安全屋 这两个小女孩都是储 是精心准备的礼物 必须笑纳 可是刘汉东又不想禽兽不如 他打算让两个女孩 在酒店过一晚 表示自己对礼物的满意 然后打发点钱就算了 当然这个想法 他并未告诉任何人 酒店大堂 经理满脸谄媚地告诉刘汉东 高级套房早已开好 夜宵在桌上 连浴缸里的水都放好了 两个女孩满脸羞涩 隐隐带点兴奋 却毫无痛苦悲伤的表情 或许承接了这份任务 报酬会相当丰厚吧 刘汉东正要进电梯 忽然看到小刀脸上的纠结和义愤 他这才注意到 忽视了小刀的感受 小刀虽然是江湖中人 但经受的都是老派传统的教育 讲究道义有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的正义感 比刘汉东还强烈一些 而且他妹妹如果活着的话 和这两个女孩年纪差不多 刘汉东笑了 拉过小刀 将房卡塞在他手里 又磨出一达人民币 这是你的福利 你自己决定怎么做 说败扬长而去 小刀愣了 傻傻站在原地 手里捏着房卡 刘汉东心中暗笑 明天且看小刀如何处置的 第二天 小刀回到安全屋 走路都有些发飘 刘汉东笑道 双飞的感觉如何 小刀一脸正义 我什么也没干 给了两个妹子 一人五百块钱 打发他们回家了 刘汉东笑意更浓 然后呢 小刀的正义变成了愧色 闲着也是闲着 我打电话叫了大宝剑 两个 刘汉东哈哈大笑 果然是英雄初少年 小刀又洋洋自得起来 刘汉东接着说 你这个好人做得没意义 你不睡 自然有别人睡 说不定这两个女孩 下一个服务对象 是个又老又丑的欧洲白人 或许是人高马大的黑叔叔 或许是个变态的日本猥琐大叔 小刀脸色在变 说不清是懊悔还是愤怒 他问 妈的 那还不如我睡了 刘汉东说 你自己心安理得就好 这世界上人太多了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 只能管好自己 不作恶 不帮凶 做到这一点 世界就美好了那么一点点 小刀似懂非懂 嘴上却道 书 我明白了 终于要离开柬埔寨了 刘汉东准备押借着王小军 娶到云南返回国内 启程那天 独消朋友又来送行 他告诉刘汉东一件事 鼻涕虫失踪了 不是暴毙 是真的失踪了 谁也不知道 他去了哪里 独消这样说 刘汉东笑而不语 如果自己的行动 能给詹子语一点触动 哪怕给自己再树立一个敌人 也是值得的 妈的 老子现在越来越有佛性了 不然也弄个人波切当当算了 刘汉东想 云南边境 刘汉东等人 在越南公安部的官员陪同下 通过口案回到中国 他使用的伪装身份 是中国的国际刑警 前往东南亚 抓捕外逃经济罪犯 干的是正儿八经的公务 越方很重视 派了十几个警察护送 越南公安都穿绿色制服 看起来像是早期中国公安的 烈化山寨版一样 被押回国内的经济罪犯 自然就是王小军了 他戴着黑头套和手铐 一声不吭 情绪非常低落 进入云南后 刘汉东安排了一架 庞巴迪 CRJ公务机来接人 王小军上飞机的时候 还比较正常 飞了几个小时后 他感觉到飞机在下降的时候 明显紧张起来 语无伦次地要求刘汉东 千万不要把自己 交给小商村的人 他们要是知道是我说的 肯定饶不了我 我死没什么 我一家老小啊 王小军声泪俱下 苦苦恳求 由汉东不为所动 王小军助纣为孽 死有余辜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飞机降落在玉坛国际机场 王小军被带下飞机 塞进一辆旅行车 静止拉到刑警支队门口 车门打开 人被一脚踹出来 来往办事的人被这一幕惊呆了 这可是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场面 没想到尽将也能发生 刑警将王小军带进去询问 其实也不用他们干什么活了 王小军的身份证护照都在身上 打印好亲笔签名的供词 也用订书机订在背后 整个一活生生的证据 王小军牵扯到余烟的命案 警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一番突审 王小军供认不讳 水库女士案基本告破 但却不能结案 因为没法抓捕主谋 两日后 王小军翻供 声称余烟是自己害死 和伤保连无关 警方当然不会轻信口供 但是当夜王小军就在看守所里自杀了 周市长对此案做出批示 责令公安局加强管理 严肃处理当事人 当然这也只是彰显一下存在感而已 市局是刘书记的一杆枪 他姓周的也就是郭躁两句 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沈红毅处理了看守所的几个民警 此事就算告一段落 全市媒体都很默契地没有提及此案 老百姓的关注度很快降低 除了余烟的家人之外 似乎没人还能记起小商村水库里的女士 有一个人除外 那就是法医见证中心主任宋欣欣 上次的火灾差点把女儿烧死 宋法医性格是比较偏执的 这些年虽然改善了许多 但不能触及她的底线 这回坏蛋们就触及到了宋法医的底线 这一连串的事件还在发酵之中 网上突然爆出一个帖子 是在王小军死之前两天 发在某知名社交网络上的 不但成功预言了王小军之死 更是将小商村的种种龌龊之事予以揭批 引起了全国网民的极大关注 江东省委宣传部舆情办公室迅速关注 并将问题反馈给了近江市局 对于此类事件 都有一套正规的流程来办 焚化尸体 销毁监控录像 通过有关部门全国删帖 但那都是主管单位自己主动去做 这回王小军的死 并非沈红毅受益 他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人犯莫名其妙死在看守所 说明有些人完全无视自己的权威 肆无忌惮地把手伸过来 猖狂地有些过分了 第一步 沈红毅处理了几个看守所的民警 焚化尸体 强力辟谣 迅速把不利于警方的谣言压下去 他计划第二步才深入调查 把胆敢收黑钱帮人办事的害群之马 一撸到底 甚至绳之以法 市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煞有介事地拿出一堆资料 证明王小军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这些医疗记录是小商村医院提供的 有医生签字 此外还有王小军工作单位领导同事的证词 都证明王小军确实死于自杀 而且是畏罪自杀 关于看守所监控视频损毁一事 发言人也拿出许多证据 说明看守所正在重新装修整改 硬件全面更新 当然监控失灵 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相关责任人已经被停职 处分 发言人自证腔圆 言之凿凿 谣言迅速土崩瓦解 眼瞅着胜利在即 忽然又有一段爆炸性的视频爆出 正是王小军在看守所监设里被人闷死的录像 摇摆模糊 视角平行 应该不是天花板上的监控镜头拍摄 而是有人用手机拍的 官方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应 但是民间却有大量质疑之声 许多网友以专业角度进行了分析 比如看守所里不可能私带手机 图像不真实 有可能是伪造等等 正反双方出动了大批民间专家进行辩论 闹得不亦乐乎 但是明眼人能看出 两边都不是什么好鸟 都有大批水军驻站 真正的网民才没心思关注这种破事 没过几天 忽然有明星爆出婚变新闻 于是乎所有其他新闻都瞬间降温 不再有人关注 这场舆论战是徐明组织的 甚至连视频都是 他动用了地下关系拍摄的 换句话说 他让刘汉东把王小军压界回国 送给警方 就是明摆着 把他往火坑里送的 不过这条人命算是浪费了 小商村集团的能量 比他想象的大得多 见招拆招 游刃有余 第一轮交锋 徐明没能达到战术目的 惜败 小商村村委会大厦 宽敞的办公室内 商永贵如同老僧入定般端坐着 他至今还担任着村支书的职务 办公室装修的 如同七十年代的人民大会堂 布沙发 红木茶几 连茶杯都是在景德镇定制的茅瓷 墙上更是挂着一幅去安园的油画 村支书在等待秘书 把今天需要批阅的文件送来 小商村虽然只是个村子 但是所有来往公文都整成了正儿八经 还分秘籍 商永贵每天批阅公文 做出相应指示 或者转给村里其他领导审阅 他最常用的批语是 知道了 大笔一挥 颇有大清皇帝日理万机之感 今天商永贵没有像往常那样批公文 他在等小儿子商富民来汇报情况 五分钟后 商富民匆匆赶到 先向父亲解释了迟来的原因 然后开始汇报工作 那事基本上妥了 却我估计不会留下后遗症 商富民说 商永贵睁开眼睛 点点头 你办事 我还是放心的 商富民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带说 爹 这是俊宇的检讨 您看看深刻不 商永贵说 不看了 当成文件发全村预备委员以上干部阅读 都注意一下 管好自己裤裆里那一坨玩意 男人这点定力都没用 还干大事呢 扯淡 商富民正色道 爸说得对 下个月民主生活会 我建议集体帮助俊宇 进一步认清自己的错误 端正态度 虽然是坏榜样 也要拉出来示众 商永贵白白手 你看着安排就是 其实在商家的派系中 商富民和谢俊宇是一边的 这回命案牵连出一串麻烦时 老大商育民一伙 趁机大做文章 差点被他们得逞 得亏商富民壮士断腕 依然让谢俊宇辞去副总一职 以避风头 至于民主生活会上的批斗 谁也不当回事 说到底 谢俊宇犯的只是作风错误 在工作上还是很有实力的 老爷子不把他打入令策 过不了半年就能让他官复原职 商富民汇报完毕 静止去工会礼堂找谢俊宇 老谢现在赴贤 在工会当个副主席 级别下福 待遇也降低了 谢俊宇是大学生出身 多才多艺 此时正在组织文工团员们 排演大型歌舞剧 红色娘子军 文工团员们一水的好身姿 在台上挥舞着道具步枪和大刀 英姿萨爽 商富民走上前 拍拍谢俊宇的肩膀 你可是老鼠掉进米缸里了 谢俊宇苦笑不止 别拿我开涮了 一个鱼烟就差点要了我的命 我还敢再乱来吗 这是谁出的主意 把我发配到工会来管这个 这不是诚心考验我吗 商富民说 这是商宝莲同志的决定 故意摧残你的 撑死的眼饿死的屌 你忍着点吧 谢俊宇人如其名 国字脸 大高个 英俊挺拔 虽然人到中年 但魅力更足 很有些著名演员唐国强的范儿 那些文工团员们叽叽喳喳 没事就喜欢找他聊天 对于小商村的四太子商富民 倒是只有敬畏 看多了也审美疲劳 谢俊宇看了一眼台上的娘子军们 黯然神伤 余烟是她深爱的女人 肚里还怀着她的孩子 三个月的胎儿啊 就这样被商家妇女活生生沉堂淹死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真不是个男人 午夜梦回也曾泪流满面 不止一次的决心离开这里 但正是余烟的死警示了她 商家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触怒他们 只有死路一条 她唯一感到庆幸的是 商家的人商富民和自己关系尚好 亲如兄弟 但是谁又能保证若干年后 新一代商家领导人上位 自己会不会变成小商村版的朝鲜姑父呢 商富民觉察到谢俊宇的闷闷不乐 拍拍她的棋榜安慰道 让你管文公团 也是对你的考验 哪跌倒哪爬起来 我相信你 心事重重的谢俊宇点点头 表示理解 对了 过两天有个发改委的领导过来 你要负责招待 这是政治任务哦 商富民说道 谢俊宇有些心不在焉 小商村是明星村 每年来观摩考察学习的干部多如牛毛 他问道 哦 什么级别 商富民说 富司级不是很高 但对我们还挺重要的 所以务必赔好 过了两天 发改委的领导来了 商富民带着村委会主要成员 前往玉坛国际机场迎接 领导是从贵宾通道出来了 很面善的一个中年人 风度翩翩 颇有学者气息 商富民这些年迎来送往不少领导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他一眼就看出 这位领导有水平 副司长姓贾 明元人 大学教授出身 后来投笔从政 曾在商务部 工信部工作过 也曾下派地方挂职 在河南勤县担任副县长的时候 带动当地经济跨越式发展 颇有些名气 不久前 他调任发改委某重要部门 担任副巡视员职务 据说现在只是过渡期 将来必有大任 这是商富民 从特殊渠道得到的情报 商家虽然只执掌一村之地 但政治能量不小 在北京有不少关系 大都是商永贵 赴京开人代会时期 结下的友谊 其中不少是国字投机构的头头脑脑们 比如 这回牵线搭桥的 就是商家十几年的老关系 中央红色经典文化研究会的 秘书长司马某某介绍的 商富民迎上去 远远就伸出手来 热情洋溢地笑道 欢迎中央领导同志 前来江东指导工作 贾元人微笑着和商富民握手 并且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同事 两个年轻人 看起来是秘书之类角色 年岁不大 文质彬彬的 带人接物 大放得体 商总 不知道你们会搞突然袭击 这弄得我很被动啊 贾元人说 江东地方上已经有了安排 话音未落 又有一路人马赶到 原来是进江市某企业 也派人来接贾元人 商富民当即就急了 说到江东必须由我们来接待 谁敢和我抢 我和谁翻脸 他拿出村干部的流氓做派 别人只有吃别的份 眼睁睁地看着贾元人 硬是被商富民意行人抢走 小商村派来迎接贵客的专车 是一辆红旗L7 这车可不一般 普通人想买都买不到 必须提前预约 经过一气审核身份后才批准销售 售价高的惊人 就这样都一车难求 毕竟乘坐和国家一号领导人相同的车款 是一种实力的象征 小商村就弄到了一辆红旗L7 专门用于迎接贵宾 以及重大礼仪场合 一辆红旗轿车是不够的 除此之外 就是溢水的黑色奥迪A6 小商村是行政村 村主任连个科技干部都算不上 更谈不上配备公务用车了 这些车都算是小商村集团小车般的车辆 是企业用车 别人也没法说三到四 车队就停在机场出发大楼的外面道路上 按理这是不能长时间停车的 但交警看见这阵势 哪敢管啊 商富民陪着甲元人上了红旗车 其余人上了后面的奥迪 负责开到的奥迪亮起警灯 所有车辆开双闪 浩浩荡荡向小商村驶去 这排场赶得上国家领导人出行了 商富民颇有些自得 瞟一眼甲元人 对方不动声色 两人寒暄了一路 通过初步交谈 商富民感觉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甲元人确实是一个很有想法 很有能力 却又与众不同的领导 车队进入小商村地界 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笔直的柏油马路 一条横幅挂在路上 红底白字 热烈欢迎中央领导 立临小商村视察 远处一排排农民别墅 整齐的厂房 绿油油的草坪 还有雄伟辉红的村委大厦 都彰显着小商村 已经从传统农业 过渡到工业时代 这不是农村 简直就是近江的卫星城 商富民说 贾司长 我们村自己有一个温泉大酒店 集团为您准备了高级套房 您看 贾元人说 高级套房就免了 不要让我犯错误吗 这个答案早在预料之中 商富民说 也是 那不如这样 就住家里吧 亲切 也方便 反正我们农村地多 房子多 光我就三套别墅 贾元人说 商总果然是土豪 三套别墅在北京 那是一定要被纪委查的了 商富民哈哈大笑 那是可在我们小商村 普通村民都能有两三套别墅 我们是集体经济 全部财务说之透明 经得起任何人的调查 再说了 我连科技干部都不算 哪一级的纪委来查我啊 贾元人也笑了 商总很风趣吗 车队使到村委会大厦前 又是那一套标准程序 锣鼓喧天 鞭炮齐名 大央格队现场表演 群众争相 和北京来的中央领导握手 小商村专门有一帮人干这个 业务熟练得不得了 这是商永贵在七十年代 就用惯了的招数 只要是领导 没有不吃这一套的 贾元人果然也很受用 神情明显愉悦起来 很配合地 在主席向前献了花篮 鞠躬治理 随后上顶楼俯瞰小商村全貌 商富民一直陪同 而商家的当家人 商永贵却未出现 毕竟贾元人 只是一个小小的复巡士员 招待规格可以魄力提高 但是原则不能打破 参观活动后 商富民安排贾元人 住进了自家的别墅 其实就是一栋专门 用来代客的房子 这栋小楼和那些农民别墅 截然不同 深深藏在绿树繁花中 私密性极强 商富民请领导先休息一下 以解车马劳顿 晚上安排有歌舞表演和欢迎晚宴 这是保留节目 必须要参加的 贾元人婉言谢绝晚宴 说吃食堂就好 四菜一堂 简简单单 商富民拉下脸来说 那样可不是我们小商村的代客之道 今天你不是作为领导来的 是作为我商富民的朋友来的 朋友之间喝个酒怎么了 既为管天管地 还能管得了朋友交往吗 贾元人并没有驳斥他 错漏百出的台词 只说 这样不太好吧 前台词就是随你们安排吧 只要别给我惹麻烦 接下来就是谢俊宇出场了 晚宴设在工会俱乐部 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 台上女高音在唱红歌 下面喝的是特供茅台 和所谓的农家菜 菜式不是那么精致 但盛在食材卫生放心 蔬菜字不用说 全是绿色菜 丝毫不用化肥的 老鳖 鳝鱼 泥丘 螃蟹也都是专门的鱼塘里养殖的 菜单是谢俊宇亲自订的 他研究过领导们的心态 人家见多识广 什么好吃的没尝过 小商村在这方面 是永远比不过北京上海的大饭店的 只有打出自己特色 用农家菜来招待 才能给领导留下印象 这种近乎朋友之间聚会的燕饮 确实很对贾元人的胃口 他也不再端着架子 和商富民 谢俊宇们一杯杯地喝着 此人好酒 酒量极好 很对商富民的胃口 酒桌上加身友情是最容易的 两瓶茅台下肚 大家就开始称兄道弟了 商富民的酒量 也是腥风血雨里练出来的 他红着脸摸出三字头的中华香烟 美人发了一支 亲自给贾元人点上 粗声粗气道 哥 我今天喊你一声哥 行不 贾元人毫无醉意 风趣幽默道 商老弟这是什么话 咱们不早就是同志家兄弟吗 谢俊宇凑过来说 尝尝咱村自己酿的酒吧 莫笑浓加辣酒浑吗 贾元人欣然同意 谢俊宇让人将一坛陈年好酒奉上 亲自撬开泥风 坛子里的酒都成了琥珀色 颤巍巍地堆着 酒香洒满一屋 果然好酒 起码叫藏三十五年以上 贾元人吸了吸鼻子 很严肃地点点头 看得出他是个识货的人 这酒是八十年代存下的 不能直接喝 得对着喝 商富民说 服务人员又端来新酒 和陈酒勾兑了 以享贵客 贾元人酒量深不可测 一桌上十个人 基本上都被他喝翻了 就连特地请来的专业陪酒员 一顿能喝二斤白酒的伙计 也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谢俊宇也喝大了 跑到洗手间抠喉咙狂吐 刚出来就遇到商富民 他也是来出酒的 妈的 今天喝大了 商富民说 谢俊宇看看手表 差不多 该进行下一个环节了 台上还在继续表演节目 两个傻拉巴基的小子在演小品 贾元人连看都不看他们 可是当下一个节目开始的时候 他的目光立刻被吸引了过去 这是一个舞蹈节目 谢俊宇亲自指挥排练的红色娘子军 也是小商村文工团压箱底的保留节目 压咒大戏 文工团员们身姿曼妙 大腿笔直 以传统中国舞蹈的方式演绎了芭蕾舞经典红色娘子军 贾元人看得目不转睛 时不时鼓掌 谢俊宇和商富民交换了一下目光 默契地露出笑意 古人成不我妻 贪杯好色 这两个词经常连在一起使用是很有道理的 据他们掌握的情报 贾元人这人没什么大毛病 就两个缺点 爱喝酒 爱美色 当然在商富民看来 这简直不能称为缺点 如果一个领导干部 不抽烟不喝酒不包女主播 那谁敢和他一起耍啊 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 才是信得过的好兄弟 党的好干部 异曲舞蹈结束 谢俊宇立刻安排了两个女文工团员过来陪酒 刚才表演的时候他就在留意 贾元人的目光在谁的身上停留得多 就把谁叫过来 两个年轻文工团员连装都没卸 就做到了领导审判 还有些扭捏羞涩 推说不会喝酒 贾元人豪气大发 革命军人不会喝酒怎么行 喝酒和打仗一样 是军人必须掌握的技能 文工团员说 领导 我们是演员 不是军人啊 贾元人说 看看 身上还穿着军装呢 还说不是军人 文工团员身上穿着穷牙纵队娘子军的军装 这身表演服是特制的丝绸面料 短裤齐臂 露出舞蹈演员笔直修长的大腿 袖色可参 两个女孩子虽然化着浓妆 戴着长长的假睫毛 但是能看出人很单纯 不是那种风月场上混的女人 可这是戏服啊 一个女孩子便解道 表演要带入 懂吗 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演绎角色 贾元人眉飞色舞 居然开始讲起了艺术 滔滔不绝 把两个女孩子 唬得一愣一愣的 硬是被她喷得端起了酒杯 说今天破例就陪领导喝一杯 商富民和谢俊宇交换一下目光 都笑了 笑得像狐狸一样脚下 有了文工团员的加入 领导的酒性似乎就没那么足了 大家心里明镜一样 酒局也就自然而然地散了 谢俊宇像两个女孩使个眼色 你们俩负责照顾领导 您个热毛巾傻的 有点眼力尽 贾元人酒不醉人人自醉 双眼迷离 脚步错乱 左拥右抱就回了别墅 至于她的两位不暇 早被小商村的豪杰们 灌醉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现在也被抬到客房去休息 回到别墅之后 两个女孩将贾元人 搀扶到沙发旁坐下 一个跑去浴室放水 一个去泡行酒茶 拉上窗帘 反锁门 走进洗手间卸妆 贾元人躺在沙发上打呼噜 眼睛却睁开一条缝 悄悄打量 过了一会儿 两个女孩都卸了妆 露出清水芙蓉的本色面容 她俩把红色娘子军的戏服也脱了 只穿着浴袍 在一起嘀嘀咕咕 瞅着贾元人露出厌恶的表情来 这种当官的最讨厌了 待会儿不知道怎么变态呢 一个女孩说 这个女孩比较娇柔可人 个头也矮一些 这个还好啦 上回那个什么红色经典秘书长 才叫恶心呢 都能当我爷爷了 另一个高个女孩回应道 她的性格相对直率 泼辣一些 贾元人动了一下 两个女孩立刻收声 观察了一阵 确认她没醒 继续窃窃私语 不过声音压低了许多 贾元人耳力再好 也听不到了 老这样装睡也不是办法 贾元人闭着眼睛哼哼道 水 水 两个女孩赶紧上前伺候 把温水送到领导嘴边 贾元人喝了口水 似乎悠悠行转 惊诧地看着两个穿浴袍 露出深深事业线的女孩 你们两个怎么穿成这样 像什么样子 快出去 两个女孩对视一眼 露出无奈的神情 直率女孩对贾元人道 叔叔 这是我们的职责 不把您照顾好 领导要处分我们的 贾元人说 你们是文工团员 不是服务员 文工团是干这个业务的吗 乱来 把商妇您叫来 柔顺女孩心中无比比仪 心说这种假正经的领导真难缠 办事之前 还要道貌黯然一阵 伪君子到了极致 嘴上却道 其实我们小商村文工团 都是业余兼职的 我俩平时都在医院工作 专门负责村领导的保健 唱歌跳舞呢 都是临时性的 所以 服务领导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请您不要推辞了 贾元人沉默了一阵 道 那也不要穿成这个样子吗 这不是考验领导的定力吗 万一领导酒后把持不住 犯了错误 岂不是害了你们 直率女孩错过来贴近贾元人 抓起她的手放在自己胸脯上 嬉笑道 就要考验你的定力 嬉嬉 贾元人把手抽了回来 神色越来越严肃 两个女孩见她不吃这一套 都有些慌张 天下难道还有不吃心的猫吗 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曾经参与办过一个案子 福建远华案 你们听说过吗 贾元人说道 两个女孩一脸懵懂 都摇头 赖昌星 知道这个人吗 贾元人继续问 两个女孩还是摇头 贾元人叹口气 现在的年轻人啊 我告诉你们 赖昌星是一个走私贩 他的生意做得很大 市里省里 甚至中央的领导 都有被他腐蚀的 这个人搞了一个红楼 找了一些年轻貌美 能歌上舞的女孩子 专门用来服务领导 换句话说 就是性贿赂 两个女孩脸色惨白 媚态全无 贾元人哪还有丝毫罪意 他冷峻无比道 想不到小商村也搞这一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屋里摄像头不止一个吧 死一般的沉默 贾元人继续训斥 年纪轻轻 干什么不好 做这种事情 我看你们和我女儿差不多大 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为什么要出卖肉体 出卖灵魂 两个女孩低着头 一言不发 贾元人继续批评教育 看也不看他俩 一正词严的一时间 让人产生错觉 这位领导 莫非真的是不吃心的猫 直率女孩忍不住了 大声道 就算是性贿路又怎么了 就算是出卖肉体又怎么了 爱着谁了 想上就上 那有那么多废话 说完 拉着另一个女孩 静止出去了 贾元人眼睛一亮 也跟了出去 站在门口冷冷道 站住 女孩停下脚步 等她下文 你 留下 你 回去 贾元人说 她选中的是 火辣直率的那个女孩 另一个女孩不敢走 直率女孩安慰她 没事 你先回去吧 我应付得来 柔顺女孩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直率女孩对贾元人冷笑道 想怎么玩吧 老娘什么招式都会 冰火毒龙跳跳堂 贾元人说 你怎么称呼 小丽 好吧 姑且就叫你小丽 我也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维生文 公安部打黑半的 这次来小商村 就是为了解救你们 小丽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继而警惕地看看周围 这儿是别墅门口 没监控设施 于焉 这个名字你一定很熟悉吧 维生文也就是老鬼 正色问道 梅雨间一股正气显现 和酒桌上色迷迷的领导判若两人 小丽沉默了一会 忽然道 我不认识什么语言 说罢转身就走 等等 维生文道 我知道你有顾虑 担心我在试探你 可你也要想一想 商富民他们犯得上色 这么一个局来诈你吗 真对你不放心 直接处理掉就行了 就像处理鱼妈那样 你放心 我是来救你的 小商村的能量很大 我也没有把握 把你们全部救走 所以 你必须相信我 配合我 小丽说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在这儿很自由 不需要你解救 没别的事 我先走了 维生文完全没料到 小丽会是这种反应 月案全都派不上用场了 她还想再施展 三寸不烂之蛇 说服一下 可对方已经快不离去 丝毫不给她机会 玩球 阴沟里翻船了 维生文意识到不妙 回屋拿了外衣 连包都不带了 直接落荒而逃 老鬼是个大师级别的诈骗犯 同时精通爬窃和开锁 对心理学也很有研究 装什么像什么 可是这回却看走了眼 她以为小丽脾气比较直 更容易打开心扉 哪知道低估了小商村的控制力 一步起走错 下面就没法继续走了 只能赶紧跑路 小商村很大 道路平直 农民别墅一栋栋的完全相同 陌生人出来乍到一定迷路 好在老鬼经验丰富 即便在没有月色的夜里 也能辨别方向 她贴着墙跟走 躲避着摄像头的照射 眼瞅着就要接近村口了 忽然雪亮的光柱射在她身上 照得她睁不开眼睛 站住 举起手来 立刻声此起彼伏 夹杂着拉枪栓的声音 维生纹刚举起手来遮住眼睛 一张网就照了过来 将她死死照住 紧跟着电棍霹雳啪 那 老鬼身怀绝技也施展不开 被电的尿 昏死当场 当老鬼醒来的时候 人已经被扒光了 蜷缩在铁笼子里了 笼子放在没有窗户的水泥屋子里 潮湿寒冷 应该是地下求是 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 老鬼还是第一次落到绝境 不过这难不倒他 渐渐收缩骨骼 调整状态 两只手在隆起的将军肚上摸素着 摸到位置用力一丝 扯下一片皮肤来 当然不是真的皮肤 而是用来乔装改办的人造材料 维生纹体型保持得很好 六块腹肌明显 伪装的肚皮下面藏着的是高科技的开锁工具和通讯器材 铁笼子上拴着一把硕大的挂锁 这种锁根本难不倒老鬼 他用一根金属针就给挑开了 打开笼子门 慢慢爬出去 试了是通讯机 自然没信号 囚室里空空如也 甚至连摄像头都没有 铁门是栅栏形的 外面是长长的杭道 水泥地面湿漉漉 白痴灯泡瓦数很低 灯光暗淡 让人脑海里出现白宫管 扎泽洞等名词 任何锁都关不住老鬼 他轻而易举地打开了铁栅门 捏手捏脚走在杭道 两侧都是完全相同的囚室 里面黑咕隆咚 不知道关了什么人 横道前方有明亮灯光 传来有人谈话的声音 老鬼躲在暗处观察 原来是一个穿迷彩服的值班员 在拿着手机听郭德纲相声 老鬼仔细观察了一番 值班室里也没有摄像头 于是走过去嘘嘘两声 值班员迷茫地抬头四望 只见面前站着一个光溜溜的男子 正是上半夜关进来的犯人 一记手刀砍在值班员颈部 老鬼把这人放倒 扒了他的迷彩服自己穿上 又提出一串钥匙来 打开最近一间求是的门 拉开电灯 只见同样款式的铁笼子里 蹲着个长头发满脸胡子的男子 你是什么人 老鬼问道 那人神志已经不大清晰了 哆哆嗦嗦说不出话 老鬼用值班员的手机给他拍了照片 反身回来 准备出去的时候 外面传来脚步声 脚步声很轻 只有一个人 老鬼从值班员的钥匙捏住 指缝中露出坚硬的钥匙剑 闪身门后 准备等来人进门之后 给他致命一击 那人进了门 看到值班员趴在桌上打盹 刚要伸手去推 背后有人轻拍他的肩膀 猛回头 两个人都愣住了 悄悄跑来的人 居然是谢俊宇 老鬼一把捂住谢俊宇的嘴 将他推到墙边 压低声音问 外面有几个人 谢俊宇虽然底子不错 但这些年心力交瘁 应酬过度 身子早就不行了 轻而易举被老鬼制服 却并不惊慌 同样压低声音道 你跑不出去的 外面有一个班的民兵 还有枪 老鬼宁笑 有你在手 还怕出不去吗 谢俊宇说 你真是公安部的 老鬼盯着他的眼睛 察觉谢俊宇心里有事 便冷哼一声道 你觉得呢 谢俊宇说 如果你真的是公安部 派来调查小商村的 那我们村就真完了 老鬼说 你一个外姓人 不会想和他们一起玩蛋吧 谢俊宇苦笑 这不是我说了算的事 你能把手松开吗 卡得我喘不过气 老鬼松了手 根据他掌握的信息 谢俊宇虽然在商家体系中 职务很高 但地位却很不是那么高 不管他怎么努力 始终是外姓人 而且和商宝莲的婚姻 也很不幸福 养人没有孩子 这当然不是谢俊宇的责任 因为他有这个本事让余烟怀孕 我可以帮你 谢俊宇摸着脖子上的勒痕说道 这个伪装成中央领导的家伙 真是厉害 不光演什么像什么 功夫也很高强 看来真的是特殊部门派来的人 谢俊宇是个聪明人 能从蛛丝马迹 敏锐地察觉到事情的动向 按照小商村的背景 能力以及社会影响 即便是做监犯科杀几个人 上面也不会太在 一 最多承办具体责任人 不会将整个小商村一网打尽 全盘否定 而秘密派遣特工进行侦查 这可是要先老底 算总账的节奏啊 如果不是入赘商家 贫寒出身的谢俊宇 也不会过上太差的日子 毕竟他人长得帅 读书又好 混个公司中层领导 或者副处级公务员什么的 不在话下 但是永远也过不上现在这种日子 出入豪车 呼风唤雨 在小商村这个独立王国里 他就是富马爷 除了老皇帝 皇子和公主 和嫡系皇亲们 就属他最大了 但有收获就有付出 谢俊宇已经渐渐不甘心过 这种养人鼻息的生活了 他感到委屈 感到不值 觉得凭自己的能耐 也能混出一番名堂 何必在小商村这个破地方 当上门女婿 鱼烟事件是对他最大的打击 身为男人 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和孩子 活得还有什么意思 谢俊宇也曾想过 撂挑子不干 带着心爱的女人远走天涯 但是这么多年都熬下来了 岂能放下荣华富贵一走了之 他心中始终有一个野心 做一票大的 把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捞回来 但这个野心始终无法实现 因为商永贵太强大了 他就像是一位老迈但依然清醒的皇帝 连皇子们都被他耍得团团转 何况一个驸马 如今机会终于来了 几个小时前 代号小丽的女工团员 向他报告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发改委领导贾园人 竟然自称公安部特派员 前来小商村秘密调查 这事实在匪夷所思 超出常理 谢俊宇不敢相信小丽的话 他只当是领导喝醉了 骗小妹妹开心 这些道貌黯然的官员 私底下小爱好小兴趣可不少理 即便据小丽说此人提到了余烟 谢俊宇也没当真 没有第三人在场 谁能证明这句话不是小丽杜撰的 如果老鬼再镇定一些 或许谢俊宇就把此事当作酒后醉化了 但他居然做出连夜逃走的决定 恰恰他又不知道 小商村是实行宵禁的独立王国 半夜在路上走 飞奸即到 民兵联防队一抓一个准 小商村的武装力量分为三大体系 正规公安 保安 民兵 公安字不用说 那是国家公安机关下辖的派出所 只有商永贵能指挥的洞 保安体系负责企业安全 工业园站岗的那些就属于保安 穿的是正式的保安制服 算内保力量 类似于武警内卫部队 而民兵组织是小商村的常备军 由乡人五部领导 穿迷彩服 配应急棍 电击枪 网枪等武器 以谢俊宇的身份 只能指挥部分工业园保安 民兵的总指挥是商家老大商育民 但那只是在特殊情况下 正常时期谁都互相卖个面子 所以当老鬼 被捕 谢俊宇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后 民兵按照他的命令 没把嫌疑人送派出所 而是直接关进了地牢 那一刻 谢俊宇鬼使神差 做出这个决定 因为他判断 此人确实是公安部派来调查小商村的 他下意识地认为 把这个人丢水库里淹死 是最符合自己 利益的 死了一个侦察员 上面肯定震怒 小商村必然遭殃 自己则能独善其身 搞不好还能在商家人被抓后 继承大桶里 这些莫名其妙的想法 谢俊宇平时是想不出来的 今天的白酒实在喝得有点多 脑子都成江湖了 好在他洗了把脸 清醒了许多 意识到前面的想法太过幼稚 这才匆匆来找 而被老鬼置住 维生文却不知道 谢俊宇复杂的内心世界 他只是按照自己掌握的情报 进行策反的尝试 没想到立刻就成功了 但有些一拳打空的感觉 你不该走 本来一句话就能遮掩住的 现在要费点劲了 谢俊宇抱怨道 公安部特派员落到民兵手里 难免商家老大不得到消息 自己得花多少功夫 才能把这个谎原过去呀 不过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 先把人捞出来再说 出去再说 维生文道 这个地牢 让他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想必这的冤魂不少 跟我来 谢俊宇投钱带路 两人设计而上 沿着湿漉漉的台阶向上走 走了两层楼的高度 面前一扇铁门 谢俊宇敲门 外面有人开门 门外是一间办公室 摆着简单的桌椅板凳 几个迷彩服正在打扑克闲聊抽烟 屋里烟雾缭绕的 谢总 这是打牌的汉子迷茫地问道 他的迷彩服胸口上有块白布胸章 上写立书班长二字 直白简单 是小商村的风格 误会了 这是我们集团的客人 有业油症 谢俊宇胡乱搪塞道 顺手摸出一包软中华丢过去 兄弟几个辛苦了 民兵们没当回事 放谢俊宇和维生文离开 谢俊宇长出了一口气 维生文也放下心来 搞突袭打晕一个人还行 让他面对四五个大汉搏斗 他没这个能耐 两人出了办公室 沿着走廊前行 这看起来像是基层政府办公楼 墙上还挂着标语口号 和负责人的照片 谁能想到 政府的地下室 被装修成阴森恐怖的监牢呢 终于回到了地面上 维生文的通讯机恢复了作用 他立刻给刘汉东 发送了自己的坐标和求救信号 又借谢俊宇的手机用 刚拨通电话 就听到汽车的轰鸣声 四辆越野车呼啸而至 贼亮的车灯照的人睁不开眼 瞬间他们就被包围了 包围他们的是 小商村民兵应急大队 和抓捕老鬼的巡防队不同 应急大队是民兵中的特种兵 快速反营部队 装备精良 人员素质更高 全部都是小商村本村籍人 对商永贵忠心耿耿 外人水泼不进 侦叉不进 小商村村委委员 村主任 兼人武部长商育民 站在敞篷越野车上 手持 电喇叭问道 小谢 你这是弄啥呢 大半夜的带着人在街上走 谢俊宇手挡着刺眼的光柱便道 大哥 咱们村的贵客 让你们民兵给扣了 我来带人不行吗 商育民说 民兵为啥扣他 半夜没事出来瞎溜达啥 谢俊宇说 不兴人家出来转转吗 北京上海大城市 夜生活丰富得很 村里动不动宵尽 还把人抓了 打了 这算待客知道吗 人家北京来的领导一句话 就能决定咱们村的电厂项目 大哥 你就算不支持上电厂项目 也不能这么高啊 这事儿 要是闹到咱爸那里 恐怕就不好了 他说得阵阵有词 商育民却不吃这一套 冷笑一声道 那我问你 北京来的领导提鱼烟干什么 这恐怕不是发改委负责的事儿吧 一听这话 谢俊宇腿就软了 今天酒真的喝多了 忘记了关键性的问题 文工团可是有政委的 小丽向自己汇报之后 肯定又向政委汇报了 而政委是商家老大的人 和自己这一帮 向来属于不同阵营 商育民精神抖擞 他早就看不惯 富民和谢俊宇狼狈为奸 把小商村带上邪路的做法了 自家儿子商育成 被富民等人暗害 至今流落海外 眼瞅着村里的大权旁落 万一父亲千古了 村委书记的大卫 恐怕就要落在小弟手上了 做老大的 倒是不在乎这个位置 但是自古以来 费长力又都是大忌 对小商村的整体发展 有害无力 所以商育民的主要精力 都放在这上面 一直在瞅机会 给富民和谢俊宇一技重拳 狠狠打击他们 在父亲心中的地位 今天就是天赐良机 富民敲锣打鼓迎来的客人 居然是个特务 商育民老奸巨滑 没有立刻行动 采取了引蛇出洞的办法 果然把谢俊宇这条大鱼 钓了出来 靠起来 商育民大手一挥 头顶钢盔的民兵们 扑了上去 维生文和谢俊宇束手背擒 民兵们从维生文口袋里 找出一部正在接通状态的手机 立刻拿到了商育民面前 商育民认出 这是谢俊宇的手机 狐疑地看了他俩一眼 拿起手机道 你哪里 手机里传出一个陌生的男中音 别动我的人 不然让你吃不了多着走 商育民到底是商家老大 并未因为对方的猖狂而动怒 他始终头脑清醒 明白小商村在厉害 也就是个村子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牛人多了去 多条朋友多条路 只要不到最后关头 尽量不要起冲突 朋友 你怎么称呼 商育民到 你怎么称呼 商家老几 对方反问 我是商育民 我是刘汉东 商育民下意识地按住了手机话筒 刘汉东 刘汉东的名气曾经很大 近年来销声匿迹 但绝不能因此小觑 商育民曾经和他有过交集 算是熟人了 既然是熟人就好说话 他脑海里迅速转过各种念头 瞬间就做了决定 待会打给你 商育民冷静地挂了电话 鹤令民兵将贾元人和谢俊宇拉走 并且嘱咐要好生看管 不许动家伙 两人被押走了 商育民的几个嫡系手下凑了过来 眼巴巴地看着老大 不许走漏消息 商育民大手一挥 解散三军 自己走到一旁 调出谢俊宇手机里刚才的通话号码 用自己的手机打了过去 刘汉东正在赶往小商村的路上 他和老鬼的交往不多 属于君子之交那种 老鬼是他派去小商村查案的 初了是他 当然要赵主 想到沉在湖底的铁笼子 连他这样的硬汉都毛骨悚然 老鬼这样身怀绝技的大师 要是不明不白死在小商村 轻则损失至有 重则来说 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 手机响了 是一个很牛叉的号码打来的 尾号是四个八 不用问 就是商玉民的号码 接了 果然是商家老大 你是求财 还是干什么 商玉民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找人 张淼 刘汉东道 商玉民沉默了一阵 说道 文工团有很多人 我不知道谁叫张淼 但我可以保证把人给你 刘汉东道 你需要我做什么 商玉民说 商家的事情你也清楚 你懂的 刘汉东说 我懂了 聪明人之间 说话就是痛快简单 甚至不需要说破 刘汉东调转车头回去 老鬼的生命安全 他已经无需担心 凌晨五点 商负民正在酣睡 忽然放在床头的手机 疯狂鸣叫起来 这个时间打电话来 必定是天大的事情 商负民爬起来抓起手机 睡眼惺忪 喂 啥事 四哥 谢总被民兵抓了 老大亲自带人做的 打来电话的是 商负民安插在人武部的一个内线 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 商负民睡意全无 老大敢于动用武力抓捕谢俊宇 这是很反常的事情 难道说 村里的局势发生了巨变 老头子不行了 大哥要抢班夺权 他镇定下来 问道 知道怎么回事吗 内线说 昨天来村里视察的北京领导 也一起被抓了 具体原因还在查 商负民冷汗都下来了 恐惧源自未知 他搞不清楚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以老大的性格 手上没有铁证 是不会下狠手的 他挂了电话 私存片刻 拨通了工业员保安部的值班电话 我是商负民 我命令半小时内所有保安集合待命 半小时后 商负民来到工业员保安部 一百余名保安已经等在这里 三三两两站着 抽烟聊天 他们大部分穿着廉价的灰色迪伦保安制服 有的戴帽子 有的不戴 有穿旅游鞋的 也有穿皮鞋的 乱七八糟 看起来毫无纪律部队的严整肃杀 完全就是一群穿着制服的民工 保安是小商村里最低等的工作 本村人从来不干 都是从外面招募的人员 真干起仗来 无法和民兵抗衡 但此时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商负民身穿西装 打着领带 走路带风 保安部长看见总经理驾到 急忙吹哨子集合 保安们懒懒散散地站成了三排 听后领导训示 大早上五点半 把人从黑田乡里叫起来 任谁都不会高兴 商负民一摆手 秘书拿出一大碟钞票来 一人二百块 先领着 商负民说 保安分队长们接了钱 按人头发放 保安们见了钱 睁不开的睡眼 就瞪得溜远了 没开拔就先发钱 这是要干大事的节奏啊 果然 商负民拿起电喇叭喊道 弟兄们 咱们谢总被民兵扣了 我问你们 这事能忍吗 保安和民兵之间素有仇怨 光大规模斗殴 就发生过三次 每次都是保安们吃亏 今天矛盾终于激化 民兵竟然敢抓谢俊宇 而谢总身为外妻 对保安们 态度还是蛮好的 人心都是肉掌的 保安们齐声大呼 不能忍 商负民说 抄家伙 去把谢总就回来 保安们乱哄哄进屋 去拿家伙 由于工作性质 他们对付的目标 都是手无寸铁的厂区工人 大多时候起的是 维持秩序的功能 所以装备的兵器 以一尺长的橡胶锦棍为主 也有一些手铐 胡椒喷雾之类的锦械 这些家伙对付穷凶极恶的民兵 显然是不够的 好在厂区工具多 铁仙 锄头 斧头 羊稿抄在手里 胆气就撞了许多 一百多名保安分成五辆卡车 驶向人五步大楼 这里是民兵们的大本营 商负民通过内线得知 谢俊宇就关在这里 现在必须先把人救出来 不然等老大恶人先告状 老头子震怒 那就无力回天了 民兵们战斗力强 这一点毫无悬念 但是由于他们都是本地人 各住各家 不向保安们统一住宿 一吹哨子就能集结起来 就算是民兵应急大队 也是平时住家里 有任务提前二十分钟集合 所以此刻人五步大楼里 只有不到一个半的值班人员 五辆卡车停在楼前 保安们蜂拥下车 拎着棍棒冲过去 值班室里的民兵刚要阻拦 就被一棍放倒 其余人被围在屋里一顿痛殴 保安们砸开了会议室的门 里面却空空如也 根本没有谢总的身影 根据情报 谢俊宇和北京领导 就是关在这里的呀 继续搜 保安们踢开每一扇门找人 连带着把桌子 玻璃 饮水机 一通猛砸 商与您家里坐机 电话铃急促响起 商家老大刚入睡没一会 接了电话脸色大变 抄起对讲机吼道 民兵都听着 马上带家伙赶到总部 工业员保安来闹事了 有一个算一个 全给我抓起来 民兵到底不是正规军 而且现在才早上六点钟 个别动作麻利的民兵 先赶到了现场 却成了保安们的猎物 要么被围殴 要么仓皇逃窜 商妇民心慌了 保安们素质太差 场面混乱冲突升级 自己用电喇叭喊都没用 冲突升级是小事 可是谢俊宇和北京领导人在哪里 难不成这是一个圈套 老大设的局 故意引自己出手的 他不敢想了 商总 怎么办 保安部长问道 撤 赶紧撤吧 商妇民擦一把冷汗 事态发展超出预想 却不得不应 撑着 还是保安部长有办法 拿起电喇叭喊道 快走了 民兵应急大队来了 这一嗓子真管用 保安们听到应急大队的名头 立刻抱头鼠窜 从人武部大楼各个楼层逃下来 上了卡车 呼啸而去 商妇民带着一大群穿迷彩服的民兵 赶到了人武部大楼 这里已经一片狼藉 文件丢得满地都是 窗户玻璃碎了一多半 地上躺着几个民兵 军装撕烂 头破血流 鼻青脸肿 主任 下令吧 把保安部抄了 民兵们群情激愤 嗷嗷叫着要报仇血恨 商妇民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本以为稳操胜券 没想到老四居然破釜陈州司开脸玩硬的了 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保护好现场 请老爷子出面主持公道 毕竟小商村是老爷子最大 以牙还牙反而不美 不过事情都有两面性 现在民兵们士气正旺 民心可用 朕必一呼打到工业园区去 自己的威望必然上升一个台阶 如果请老爷子出马 必定伤了大伙的心 一个典故忽然浮上心头 三国时期曹操为了考验两个儿子 让曹丕和曹植分别出夜城门 曹丕被守门小校拦阻 曹植却听了谋士的建议 一键杀了守门小校出去 事后反而是曹植受到了父亲的欣赏 该下狠手的时候就得下手 不然父亲是不会放心把小商村交到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手中的 如果现在自己退缩 别管事情谁对谁错 父亲肯定更欣赏老四 想到这里 商与民心中有了计较 他沉声道 听我命令 全体民兵进入一级战备 巡防大队封锁所有出口 严禁任何人出入 应急大队跟我去工业园要人 众民兵齐声答应 杀气腾腾地去了 小商村的民兵除了巡防大队和应急大队 还有三个常规中队 总数足有800人 基本上是8岁到40岁的男子 都是预备一名兵身份 应急大队200多人武装起来 一水的GK80钢盔 07式迷彩服 扎人造格武装袋 穿高腰解放鞋 拿的是有机玻璃盾牌和应急棍 队伍中还夹杂着若干95式和07式自动步枪 那可不是真家伙 而是橡胶训练枪 拿在手里显得威风而已 十余辆迷彩涂装的军车 浩浩荡荡向工业员驶去 车门上都印着小商村民兵的字样 按照他们的内部说法 小商村人五部下属的一个民兵独立团 是 晋江地区除了驻军和武警之外 最厉害的武装力量 民兵独立团的兵力 还不足以包围战地巨大的小商村工业员 但是封锁主要路口的实力还是有的 弄辆卡车往路上一横 谁也别想进出 工业园可不光是有青市高科一家 还有在刘书记大力主导下入主园区的很多外资企业 正值上班早高峰 路口被封 道路上堵了上百辆车 喇叭声此起彼伏 上班族面临迟到 焦躁不安 民兵们却不为所动 以军事行动为名 阵阵有词的回应 与此同时 应急大队已经冲进了工业员保安部 与百余明保安对峙 双方剑拔弩张 冲突一触即发 这要是打起来恐怕就收不住了 搞不好会有死伤 商与明和商富明两兄弟都没出现在一线 而是躲在了幕后进行指挥 场面越闹越大 两人心里也没底 不约而同地奔赴老屋面见父亲 商永贵早就起床了 照例下地干活 照顾他种的一棋菜地 一群芦花鸡 两只乌克兰大白猪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把农活干 哪怕外面打破头 电话响不断 他也置之不理 直到喂完了猪 商永贵才回到屋里 点起一袋烟 巴搭巴搭抽着 对早已守候在一旁的大队会计说 让老四先进来 一分钟后 商富明进来了 满脸焦躁道 爹 您老在不管管 您兵就把工业园拆了 那可是咱村的工业基地呀 现在全乱了套了 人 车都不能进出 全是老大搞的鬼 对了 他还把北京来的领导给扣了 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商永贵吐出一股烟雾 淡淡道 乱了好 乱了敌人 锻炼了群众 商富明说 爹 您再不出手 恐怕要打死人了 不错 是我先动的人 因为民兵把谢俊宇绑了 我不能不管 商永贵依然是不冷不热 不急不躁 哦 这样啊 商富明虽然最近比较得宠 但是父亲随时可以更换人 他有些紧张起来 想擦汗又不敢 想说点什么 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让老大进来 商永贵说 商玉民大踏步地进来了 张口道 爹 咱村进特务了 是谢俊宇和老 四领进来的 这就叫引狼入室 商永贵说 特务呢 让老四就走了 商玉民做气愤填英壮 商富明急眼了 你这是借机声势 人不在我这 不知道是谁在声势 带队杂人五步 亏你干得出来 商玉民冷笑道 商永贵摆摆手 两兄弟都不敢坑气了 先把部队撤下来 让外人看了 怎么说咱们 商永贵道 两人各自打手机 安排民兵和保安保持克制 千万不要动手 商永贵又说 老大 把村口的哨卡也撤了吧 爹 不行啊 特务跑了咋办 商玉民道 小商村的太上皇 轻蔑地笑笑 跑不了的 随即又对商富明说 老四 这今天这个事是你不对 人民内部矛盾 是不能动手的 只能文斗不许武斗 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 商富明点头如捣算 爹 我记下了 商永贵又转向老大 你的警惕性太差了 把人官人五部会议室里 连个看守都没有 这要是战争时期 你就是独职罪 要枪毙的 话虽然说得很 但是也肯定了老大的行动是真确的 商玉民心中大定 严肃道 爹 我这就安排精干人员搜捕 商永贵说 别忙活了 人在我这 你俩回去先 等我的信 两兄弟诺诺退出 出门谁也不搭理谁 各自离去 封锁全村各个进出要道 以及围堵工业员道路的民兵们 接到无线电指令 全部撤离 严阵以待的保安们也收到通知 戒备解除 一场危机化解 外人莫名其妙 还以为是民兵训练演习 内部人才明白 商家两兄弟的矛盾已经白热化 商富民回到办公室 忐忑不安 心乱如麻 他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老大说什么进特务 难不成发改委领导是特务 正胡思乱想 门被敲响 进来的居然是谢俊宇 他面色灰白 无精打采 进门一屁股坐进沙发 没说话先把烟点上 狠狠抽了几口 老谢 早回事 商富民问道 中文字幕by紧的欣赏 老敦 老敦